Namotas bhagavatu rahatu sama sambun dasa Namotas bhagavatu rahatu sama sambun dasa Namotas bhagavatu rahatu sama sambun dasa 在还没有讲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内容以前 我想请寻法尊者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他是讲故事是比我厉害的 我给他的外号叫本利布拉尔 本利布拉尔记得吗 我们马来文讲本利布拉尔以前故事 或者讲故事很厉害的 他讲了那故事过后 那我再把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话的讯息讲解 好 亚撒尊者就是佛陶的第六位比丘弟子 就是过了五比丘过后他是第六个 这个亚撒尊者在还没有出家之前 他是个有钱人的儿子 他是很有钱的不是一点点有钱是很有钱 为了让他生活很舒服 他的父母帮他盖了三个宫殿 一个是雨季的时候用的宫殿 一个是冬天的时候住的宫殿 一个是夏天的时候住的宫殿 然后还帮他娶了很多个老婆 多少个不忘了 他是很多个老婆 他有一个主要的老婆 然后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老婆 那些老婆特选的就是会唱歌跳舞坦乐去什么这样 然后比如讲他如果是在雨季的时候 他就雨季外面一直下雨 他的那个雨季的宫殿 这里面全部帮他服务的人都是女的 都是女的没有男的 然后他就四个月就在那个宫殿里面享受快乐 天天可以看他的很多的老婆帮他跳舞 唱歌周夜给他娶 给他享受这种快乐 那么有一天的时候 也就是在雨季的时候 雨季期间来印度下雨 那么在雨季期间的时候呢 有一天晚上 那么他的那些老婆也就是在那边 周夜唱歌跳舞给他 给他为他服务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很夜的 很夜的晚上的时候呢 有一次呢他就睡着了 他睡觉了 他睡觉了 那么他的那些老婆就想说 哎呀我们在这边唱歌跳舞 周夜呢 就是为了给他欣赏而已嘛 现在欣赏的人 就只有他一个人在欣赏 那么他现在欣赏了 他都睡觉了 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再唱歌跳舞的了 所以那他们也就全部跟着一起睡觉了 所以他们就趴在地上就睡觉了 然后这样睡的时候 然后半夜的时候 这个亚扎这个年轻人 他就醒起来 醒起来当时还 他们还有点灯嘛 就亮亮 然后他醒起来之后就看到他们了 他平时打扮得很漂亮 很优雅的老婆 就变了样子 你们要不要示范一下 示范给这些男生看一下 哈哈哈哈 就是倒在地上这样 然后有一些这样 这样流口水 有一些就这样 啾啾啾啾 这样子 就躺在地上嘻哩哗哗的 所以他一看起来 就感觉好像在坟场那样子 好像在看到大堆的死尸 这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在受不了 他当时他就逃走了 在半夜他就逃走了 然后就逃到城外 佛陀就在城外 然后他就逃到城外 就遇到了佛陀 遇到佛陀了 然后因为他是过去有修过很多事的 他不是普通的人 他是过去已经修了很多事的 所以他遇到佛陀 佛陀跟他开世 一下子他就成了出国 出国圣者 出国圣者就是 我们佛教开悟的阶段 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叫出国 叫一二三四 出国是说他真的出国过后 那么他未来如果 如果还有轮回的话 那么他也不会再堕入二道 二道就是说做鬼 做动物或者是地 所以如果他还有轮回的话 那么他只会做人或者神 但是他没有轮回 所以他在过不久 他就真的最高了 二三四都正到晚了 所以他过后呢 白天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发现到说他孩子不见掉了 所以他们也就跟着去找 因为他走的时候他有那个痕迹 他们就跟着那个痕迹去找 那么当然也就找到了佛陀 然后当时佛陀就跟他们开世 然后他的父母就真的出国 然后亚萨本身呢 他就真的阿罗汉到国 所以他就出家 成了阿罗汉就不可能还俗 所以他就是出家做了比修 所以他的父母看到他的孩子 因为他们父母也真的出国了 看到孩子有这样的成就也很高兴 所以他父母就邀请佛陀跟圣团 当时生产就六个六个家佛陀 去他们家接受供养 然后在供养过后佛陀又给开世 那么亚萨的太太 主要的太太也真的出国 后来他有五十四个朋友 当时他们是有五个主要的朋友 五个他每个呢他就带了十个 所以他们全部有五十五个朋友 五十五个年轻人 那么在这里面五个带头里面呢 最主要的带头人就是亚萨 亚萨村子 然后他们的朋友听到说 他的这个亚萨出家了 然后他们也说他出家了 那他一定是好事 好事吗 我们也出家了 我们也是朋友 那一定是好事 一定是好事 他既然出家 这样我们也去出家 所以他们就去出家 后来呢 也都他们五十四个 就跟也一样也都成了阿罗汉 所以五十五个朋友都成了阿罗汉 那么他们会五十五个人 成阿罗汉 还有四三个人会真的出国 所以他们有 跟过去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在过去是有一次 他们也是这样子 五十五个是朋友 然后亚萨的父母还是他的父母 他的老婆也是他老婆 然后有一次 现在有一次他们 五十五个朋友呢 他们就想说 我们要做一些善事 人总要做一点善事 总要做一点善事 这样我们轮回比较 比较顺 我们有善业可以 善业可以护我们 善业可以护我们 所以我们轮回比较顺 你看好像有些人 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善业护他们 一出事就很辛苦 生活环境也不好 什么也不好 什么也不好 就没有什么善业 有些人有善业护的话 就比较顺利 生命就比较顺 所以他们就想说 他们要做善业 然后他们想说做什么善业 然后有一些天 他们就有了一个 有了一个idea 我们可以去帮人家烧尸体 在以前呢 印度呢 他们有时候他们 其实现在都有了 就是有人死了 就这样死了 也没有人去处理那个尸体 有些人他们也没有 亲戚也没有什么 然后你要处理那个尸体 你要买那个财 现在在印度 你要买财 要钱 才比较少 奇怪的印度才比较少 你看很多一大片 没有什么素的 所以你要有钱买它 所以他们呢 就有一个idea 就是说 那些没有人处理的尸体 我们去帮忙找 这样也是一个商业 所以他们就 平时这样去找 去看有没有尸体 没有人处理的 他们去找 然后有一天 他们就找到一个尸体 然后他们就 拿了木材去烧 然后在烧的时候 烧尸体的时候 他们是要用 那个一种 用刺 用铁叉这样刺 刺了呢 才烧得比较好 比较容易烧 那天他们在烧的时候呢 那五十个就先回去了 因为做好了 他们开始烧了 然后五十个就先回去 然后就剩下他们五个 五个他们在这样烧烧烧的时候呢 那么那当时 大家在烧烧烧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尸体的时候 就有生气一种不静的感觉 人怎么飘 打扮的怎么漂亮也好 一烧就变得不漂亮 不静就是不漂亮 那人呢 其实你拿掉那个我们人的皮 就是不漂亮 所以你 recognized 烧的时候就看到不漂亮 不漂亮的话 它是有一个作用是 你看我们会贪着 是因为我们看海 预寥漂亮 食起的贪着型 看着的心是暗的心 但是他在看到不漂亮的时候 他就生起那种 跟看着相反的心 跟看着相反的心 就是无贪的心 这种无贪是 我们知道不敬想 你看到那个不漂亮 你的心 你看到漂亮你和着 你看到不漂亮你的心 是放的 所以他就一种放的心 那么他取到这个不敬想的时候 他就真的出场 他真的出场 所以他真的出场过后 他就跟他的朋友 那四个朋友讲 你们看这个 你看这个视频 然后他们也跟着他看 也真的出场 然后他们回去 就跟他们各自 他们每个人都有 有十个跟随者 所以他们也跟他们 在跟随着讲 所以他们 他们这样想 因为他们之前 他们也有看 所以他们想起来 他们这样想而已 他们也是真的出场 然后亚撒他回到家 还跟他的父母 跟太太讲 所以他们也真的出场 所以他们 后来他们开悟的时候 他们的次序 也是这样的 他们先五个 亚撒先开悟 然后后来 他们四个 比较好 比较带头的朋友 开悟 然后后来他们的五十个 再开悟 然后他们这五十个 五十五个成 然后因为亚撒他回家 有跟他的父母 跟他父母 跟太太一讲 那个过去的姻缘 所以他们 他的父母 跟太太 也可以真的出国 所以我们呢 我们你看 我们累积三月 虽然他们过去 是累积三月 那是他们没有开悟 那是很久前 他没有开悟 但是这个 保密 他不会说 不见调 在未来的时候 他会成为一种 来保护 来帮助你 让我们呢 在未来是 比较顺利 你看人 就是不平等 生出来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不一样 如果你过去 没有说 过去的三月 护你的话 这一次辛苦 可能一生出来 就很穷啊 什么这样 多病啊 什么 生命就辛苦 但是如果你过去 有三月的话 你这一次的生命 就顺很多 而且比较安全 而且你看他们 还有一个就是 人的缘分 人 你看他们过去 结了三缘 他的缘 你看 其实你要投身到哪里 他有一点像是 像是 你知道你照着想来讲 应该是个人 个人 个人 应该是很 Random的 对对 但是你看他们 他可以缘 因为过去的缘 他们可以 好像整个搬过来 又是55个朋友 跟父母 太太 好像搬过来 因为他过去的缘分 所以他的医院 可以安排到他 变成这样 但是真正医院 是怎么运作 这个你不能够 这个我们不可能想太多 想太多 被人家疯掉 因为这个是 属于佛陀的范围 因为你看我们有 造参业 我们有解散业 对我们的未来 是很有帮助 如果你是很强 你可能不怎么需要 但是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很强 我们需要一些善业 一些商业 这是比较好的 我们这个亚撒的朋友 他自己 五十五个人 称了阿罗汉 就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佛陀本身以外 就有了六十个阿罗汉 佛陀也是阿罗汉 但是就有了六十位 这个阿罗汉 就在那个 结束 佛陀 就跟着六十位 就在这个世界上 最初的六十位阿罗汉 刚刚讲了这样的一番话 佛陀说 弟兄们 你们到外头去醒脚吧 去醒脚知道吗 就是呢 这是在 好像流浪样子 就是四处脱脱了 四处 然后呢 不要两个人走在一起 不要两个人走在一起浪费 意思是明白吗 不要两个人走在一起 每个人各走各路 靠出去传播 这个解脱的 这个道路 这个时候 佛陀是最初的时候 他驱动 这个整个僧团 去弘扬 因为这时呢 这整个僧团 最初的僧团 全都是阿罗汉 全都是彻底的 那个证悟者 所以呢 佛陀的信 发起那个要传法的信 叫他们呢 不要两个人走在一起 四处去传扬法 这种心呢 如果我们明白 佛陀 生生四世以来 为了成佛 所做出的一切 为了众生脱离苦海 所做出的一切 我们就会明白 当时呢 佛陀这种心境 很自然的 那个是 因为 佛陀呢 在过去 在燃灯佛的时候呢 四个阿僧子戒 又十万个戒 那个时间 我是难以想象 在那个 那么长远的 那个以前 其实他已经有 那个条件 成为阿罗汉 但是呢 他选择 他其实那个时候 燃灯佛 只要跟他念 不出四句话 他就可以成阿罗汉 就是说 他的功德 和那个波罗蜜呢 就是那个波罗蜜 就是一个 让一个人 波罗蜜就是 让一个人逃往 解脱的那种功德 不是一般的功德 不是给你在世界享福的 世界享福的 那种叫功德 然后那种特殊的功德 带你去了生 迫死的那种功德 通常是跟着 我们有发愿 有发愿 而且还有很 清静的那个力量 那么呢 这种我们叫波罗蜜 他的波罗蜜 已经强到呢 让他 只要听四句话 他就可以 成为阿罗汉 就是说 已经修了 那个修禅的 这种东西呢 他已经修了 生生世世 如果一个人 已经修了 生生世世呢 他基本上呢 只要佛都 点他一点就可以 讲一点 点一点 他就通了 所以但是呢 带着这样的 那个时候呢 他竟然 他没有要 成阿罗汉 他发愿 他要成佛 当时呢 他是以记忆 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他会发起 这样的一个愿呢 是因为 关键在于 那个大悲心 那个大悲心呢 是因为 看到众生苦 很多人很难以想象 为什么一个人呢 这么接近 他自己的成功 然后呢 他还要 去 继续的走 那么远的路 你知道吗 四个阿神 只接入十万个街 那个是 无限长远的 无限长远的 那个时间 你不能想象 而且在那一个 那个无限长远的 那个时间里面 多少次他又 甚至要牺牲生命 为了要圆满他的功德 圆满他的波罗蜜 有些时候 什么苦都受过了 所以呢 这种磨练 忍耐 种种的那种磨练呢 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众生 引渡众生 脱离痛苦 为什么会 他会升起 这样强的那种体会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 当他得到寿祭的时候呢 他已经具备了 那种五种神通 五种神通 知道吗 天眼通 宿命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跟神变通 成阿罗汉呢 还有一种通 叫做漏镜通 那个是烦恼断镜的 那么呢 他从他的宿命通来说呢 他就已经看到了 生生世世 在这个苦海 轮转 自己要受的 种种的苦 天眼通呢 天眼通 有分支的 最重要的一环呢 就是 不只是说 能够看到墙壁 后面的东西 不只是如此 最重要的 那一环呢 就是看到众生 因为什么业 投生什么 什么业 投生什么 去了哪里 然后呢 造了什么业 又去了哪里 因为什么业 而投生什么 在这样的情形之上呢 他对因果的 那个知见呢 是非常吃底的 非常吃底的 而且对众生的 苦的那种体会 对自己的苦的体会 也是非常吃底的 自己的苦 就是他在这个 这个轮回里面 他所受过的那种苦 是数不尽的 那么又看到众生 因为种种的苦 为什么众生会受苦 众生受苦是因为 他们造了很多的业 苦因 所以要受苦 如果每个人造的 都是善因善业的话呢 那么就在天界了 但是天界的众生 他享福 享完了过后 他的果报成熟 都要受苦了 那么呢 对于这个菩萨来说呢 这一种体会呢 他不是相信 他是知道 因为他通过 他自己的神通 通过这样子 看众生 投生去哪里 这个六道 这个三十一界 对他来说呢 是很清楚 清楚到怎么样呢 在经典里面呢 佛陀是比喻 就像你一个人 就坐在大厅 那个大门开着 就看着 有人从这边 左边走去右边 从右边走去左边 从这间家 走去那间家 那间家 走去那间家 就是那么明明了了的 看着 人们是怎么走过来 走过去 所以呢 对于菩萨来说呢 看到众生 他造了什么 一头身哪里 造了什么 一头身哪里呢 这个是 不是相信 也不是道听图书 他亲自看到 就像我们看到门口 看到啊 等一下有车子过了 车子过了 就是这么清楚的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我们的菩萨 生起很强的悲心 很强的悲心 悲心就是 那种心境的 不忍众生苦 希望众生脱离苦的那种心 我们叫做悲心 慈心是希望众生好 那个是慈心 metta 悲心是 karuna 希望众生脱离那个苦 那佛陀呢 那个时候呢 看到众生在轮回里面 所受的那 菩萨 在看到那种苦呢 他就要 要度众生离苦 所以他经过了 那么长远的那个磨练 受种种的苦 因为你要 你要圆满自己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经过 种种的考验 你才能够圆满 比如说人家打击你 你要训练到 他要训练到自己 不受 动不了 什么打击 他也动不了 他也不会受伤 这个心不会受伤 人家可以伤他的身体 窃他的手 窃他的脚 窃他的鼻子 窃他的耳朵 但是呢 他要做到他的心 他的美德 他的力量 不败 他要看到人家 超越他 比他更好 他呢 有些时候 人家比他 超越他的时候呢 他不妒忌 不要妒忌心 生起那个喜心 不要妒忌 就是任何处境 怎么样的磨练呢 他就是不败的 什么样的遭忆呢 他都是生起善法的 没有生起不善法的 他要这样子训练自己 训练到很强的时候呢 他才圆满他的波罗蜜 不管失去什么 失去亲人 失去什么都好 他的道心 他的法 他的力量是不败的 推不倒的 就算是给人家侮辱 给人家毁谤 给人家冤枉 他也不会失去 他的善心 这种磨练 这种磨练是非常强的 这是菩萨 他的磨练 为了什么 这一切的磨练 为了让成佛 他成佛不是为了 我要成佛的光辉 受了这么多人的敬仰 这多么了不起 这个不是菩萨所关心的 菩萨关心的是 他需要这个佛的力量 来帮助众生 度众生 脱离痛苦 这个对他来讲 是清清楚楚的 今天我们的修行人 我们的弟子们 有些当他们修到 看他过去世的时候 看多一点 如果是看菌寺 通常如果能够修到 看过去世 他的菌寺 一般上不会太坏了 通常不会太坏 这一世才容易修成 但是也有人 菌寺在过去两世 在地狱里面也有的 但是有些人 很常几百十几千世 也没有堕落高谷界的 也有的 那么呢 但是呢 如果他看得够远够久 那么看得够彻底的话 他就知道 没有人没有在地狱里面走过 没有人没有在出神界 受过那种苦的 那种苦是不能想象的 没有人没有 没有在鬼界里面的 鬼界其实是蛮容易 投生到鬼界 有些时候 饥饿 你也得不到食物的 所以很艰苦的 所以那个 那种苦 所以对我们来讲呢 生命是 享乐就是一下子就过去的 等一下又受苦了 然后呢 生老病死的苦 然后死不尽 所以佛徒在经里面 佛徒讲 我们过去 无始以来 我们流的泪水 比四大海洋的水 还要多 我们流的血 比四大海洋的水 还要多 为什么 无始以来 我们的轮回里面 数不尽 我们堆积的那个骨头 比那个须弥山 就是 现在我们讲 大家熟悉的 就讲西马拉雅山就好 还要多的 你想我们生死的次数 数不尽 无始 开始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受的那种苦呢 是很多的 那么众生受的苦 也是数不尽 一直在轮回里面 受的那种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无名 我们不了解这个生命的现象 我们只举短暂的 我们为了短暂的快乐 有些时候为了短暂的拥有 然后呢 我们去伤害其他的众生 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 这个生命的轮回的现象 是真实的 这个是可以印证的 今天还是很多修行者 都在印证这一点 这是真实的 所以呢 因为对佛着来说呢 这个坑的坑不了了分明 了不了分明 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呢 他有了这个能力 让他的弟子 六十个人传的阿罗汉 这时呢 佛的心呢 就是希望 他们呢 这些作为他的主要的第一批的弟子 去传扬 去试出去 让更多人得到法 今天你问 如果你看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苦 人们心中的苦 人们所造的苦因 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你们真正去分析 整个世界 有哪一样的苦 哪一样的恶事 不是因为无名 因为不了解生命的真相 不了解因果的法则 不知道有因果 以为做了这个东西 我不用受果报 所以呢 人们就造恶 因为不了解因果 不知道有因果 不知道有轮回 不知道死后还有生命 所以呢 人们的眼睛呢 很短视的 就是只看到眼前 没有看长远 就像一个小孩这样 他只想打电子游戏的时候 他不计想的 反正 是不是 不知道 会不会 我也不知道 有个打电子游戏 看书 那很乖的 很乖的孩子 不喜欢看书的孩子 那么呢 有些孩子 他打电子游戏 他黏着的不放的 那么呢 他不去想 他不想他的未来 你有没有想你的未来 有没有想过 长大来做个怎么样的人 有没有 有 那是很有智慧的孩子 很有智慧 几岁 九岁 九岁 九岁就会这样子想 比我成熟 我是 我是十四岁才开始想 我十四岁才开始想 我长大了 我要做个怎么样的人 那时我就改变了 十四岁以前 我就是那个时候呢 可以满口出花了 满满 除了爱读书以外 我就是其他地方 平行都很坏 只是爱读书 这样子 然后呢 十四岁有一天 我就坐下来 就想未来 我要过一个 怎样的生命 才开始要改变 自己的生命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 我起那个念头的时候 我还坐着一个 红的凳子 下面是铁的 那个场景 我还很记得 就坐在那边 突然间就起一个念头而已 我长大了 要做一个 怎么样子一个人 突然间就觉得 我肯定不想 不想未来 我的孩子看到我 我爸爸是满口出花的 对吧 受不了嘛 你觉得 现在小孩 你要骂出花就骂 但是你长大的一个成人 满口出花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第一件我要改的 就是改叫骂出花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就是那种脾气很暴躁 那也是改 所以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会想到 未来的时候 我们生命 我们开始 一开始想到未来 那开始整个生命就改变 我就读了很多 那些励志文章 那是我年纪小小 就读卡奈基了 现在的人 有没有看过卡奈基的书 那么我人性的弱点 之类的 我十多岁就开始去找 就卡奈基那些 励志文章 做幽名 怎么在40岁以前成功 之类的东西 神秘的扭力 之类的 怎么样改变自己的生命 怎么样的 只因为那一个念头 坐在那个位置上的 一个念头 所以呢 如果我们有一个 我觉得我还会活到 那个时候 我才会 如果你觉得你只活一天 你肯定不会这样子想 对吧 今天我只活一天 那你还想干什么呢 就享乐就好了 就玩就好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磨练自己 去读 勤奋 去读书 改变自己 克服自己 战胜自己 根本不去想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未来 我要为我的未来负责 我希望我的未来 是一个成功的人 不要为一个痛苦的人 所以我希望是快乐的人 就基于这个原因 我们就很懂得珍惜现在 那现在呢 很多人是看不到未来 他们看不到 其实呢 不只是这一世 还有未来世 你知道你还有未来世 其实知道有未来世 跟知道还有20年 其实是一样的 你还有20年 你就会 你所做的一切 你就会 为你的未来 还有20年 你会做下 还有20年 我希望我做好好 至少不要 不希望未来的20年 很贫穷 看病的没钱 你当然是在这一点 还有20年 那么呢 如果你有那个来世 那你就不一样 就像我们没有 真正爱护自己 未来20年的人 他不会为了未来的 不会为了眼前 而出卖自己 未来的20年 他觉得很不划算 眼前想一丝之乐 然后如果是坐了牢 关下去 那你的未来的20年 就毁掉 所以你会 你会讲 我要我要保护 未来的20年 希望未来20年 活得好一点 那么同样的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有未来的来世 还有很多来世 未来的生命 那你就会想 我要怎么样 所以这个世界 这众生 是世界的人 所有的领袖 从最高到最低 只要人们知道 这个生命的真相 原来有轮回的 原来有因果的 就是你现在 所做的一切 影响到你的未来 那我可以告诉你 只要知道 这两样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 坏事 恶事 还能够发生吗 至少任何人 能够知道的人 他就不想再做坏了 除非他有些 控制不住 发了一些脾气 或者是什么 这些也是坏事 可是呢 但是大的严重的 基本上就不会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 那个代价是很惨痛的 代价是很惨痛的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你的想法就不一样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在新加坡 还没有推从卢家思想 李光耀还没有推从 那个卢家思想之前 那是常常有听闻的 有些新加坡的年轻人 把他们的父母 就是已经痴呆了 很难照顾的那种 已经认不出 也讲不出自己 叫什么名的那种 很简单 再到一个公园 再到一个路边 或者路边的车站 就放父母就在那边 然后就走掉了 反正他没有办法 没有人会抱你的 在新加坡那个社会 很多地方 两个地都不认识 真的 今天也是这样 两个地不认识 因为大城市基本上 隔地你的邻居 你不认识你的邻居 所以谁会认识你爸爸 没有了 所以有些时候 就把他放在那边 等政府去发现 自己的老爸 然后就把他 再去照顾 政府照顾 这种事情发生 一单两单三单 四单过后 很多单 理工要开始醒觉了 这样子我的国家 会完蛋 只是要钱 当你有了钱 你的人民没有道德 全部抛弃 抛弃自己的父母 那怎么办 因为没有证件 他们认为 反正我要的生命 只是这么短暂 我要的是快乐 为什么要给我老人家 拖累我 让我在 很累的 一个家里 有一个老人家 要照顾 要什么 很累的 但是人们 没有那种感恩的心 没有孝心 反正他养我 大家就算了 现在我要的是 我要享尽情的享乐 因为人只活一次 那么他们就变成 自己的父母 也不照顾去了 但是如果他知道 他知道他 如果孝顺父母 会带来多少的功德 他自己的生命会好 父母也好 自己也好 那么呢 即使是这样的辛劳 给父母洗大便 洗衣服 清除这些分尿 之类的 虽然是辛苦了 但是呢 这个功德是非常殊胜的 很多天神 投身天界 就只因为他孝顺父母 就成了天神 有的 穆建林尊者 上到天上去问 你真的天神 你是什么功德 你是什么功德 有很多是因为孝顺父母 而投身他天界 所以呢 如果人们他知道 这样的东西 对他自己也是好 在自然界的规律里面 他还有未来的生命 他要承担他今天所做的 一切的好跟不好 那么呢 他会自然的 你没有教他要行善 他自己会行善 那个善 不是因为谁教的 善 是因为自然界的规律里面 你这么做 你会得到这么样的果报 有因果的 轮回的 所以呢 这个世界上的灾难 就克服了 这个世界上 问题就解决 有一个人 多一个人懂这个因果轮回 那么就少一个人的问题 多一个好的环境 那么呢 所以这种力量 佛陀就是看到这种方法 佛陀知道 给大家东西 不是最紧要的 给法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佛教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 在一切的布施里面呢 最殊胜的布施是法布施 为什么 你法布施是让那一个人 他知道了 怎么帮助自己 他的生命怎么帮助自己 这是全真万确的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看到 生命的苦的时候 看到人们在造苦因的时候 那么呢 我们是一样的慈悲 你看到苦 你也知道 这个人受苦也是过去的 我们自己受苦 也是我们不会没有原因的 我们过去的业 带给我们的 我们要受这种苦 那么呢 众生受苦也是如此 所以看到苦果跟看到苦因 基本上是 它只是不同的时间点而已 我们看到人家 这造恶业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他就要受苦 他要受那种未来的苦 所以我们如果是对人家的苦 生起悲心 那我们也同样的 相等的 能够对别人的苦因 也就是别人的恶 生起悲心 所以悲心 他的对象呢 其实就是苦 苦因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上 天天都发生的 人们的迷惑 人们的苦 不管是心灵的苦 身体的苦 或者是生活上遭遇种种的苦 那么呢 不管是哪一种苦 让我们的心呢 像佛陀一样 对不要麻木 我们要有一种感觉 就是希望 我能够 我的存在 我跟他的 我作为他的朋友 作为他的亲人 作为他的 跟他有一面之缘也好 那我希望呢 我能够让他少一份苦 怎样 少一份苦 那么最主要的 是我们要因上帮大家 不只是在果上 果上帮 你今天给他 有些时候 你一直在果上帮人家 有些时候呢 甚至还害到一个人 比如说一个孩子 你还要什么 你就给他 他根本不用去学 怎么去生活 那么呢 到后来呢 他未来的 也许他没有生存的能力 他没有你 他活不下去 所以这样的方式帮人呢 是果上帮人家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因上帮 就是在法上 法的传扬 你能够让人家知道 怎么帮自己 那你只要他 让他知道了 他以后就自己 会照顾自己的生命 你只要给他看到光明 看到这个因果关系 这个 这个轮回的现象 那么呢 让他自己发现 自己明白 让他自己知道 让他不用再相信 他能够知道 那个时候呢 他自己会知道怎么做 你不用再告诉他 你要这样子 你要那样 我们不要 我们学法 传法 不需要去控制 人家的生命 主宰人家的生命 我们是引导别人 自己发现到 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生命的真相 是怎么一回事 你发现到了 够了 我不用告诉你了 你自己做 你要走哪一条路 你应该怎么做 你现在应该怎么活 你自己会知道 结果呢 人们就不会再 给自己造苦因 这个世界上 就这个苦呢 苦因呢 减少 苦也会减少 所以这是一点 所以我们呢 有些时候呢 看到这些生命 里面的一切 作为一个佛陀的弟子呢 我们要向佛陀学习 佛陀在看到 作为的苦的时候 他不忍心 他不忍心 所以他跟那些 那些阿罗汉们 阿罗汉他已经 自己解决了 自己的问题了 他不用再轮回了 不用再受那个苦了 所以其实呢 他应该说 高枕无忧了嘛 就可以过自己的 逍遥的生活了嘛 是不是 但是呢 佛陀跟他们讲 两个人呢 不要走在同一个路上 就是说连浪费 两个人走在一个路上 都不用好好地发挥 两个阿罗汉不需要 一个阿罗汉 一个人讲就够 不要两个人 走在同一条路上 这样子去传法 所以为的就是 不忍众生苦 因为众生苦 照苦因 就是不明白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里 大家能够有一种 这样的一种责任感 就是众生有苦 我有责任 我应该帮助 特别是从我们自己的亲人开始 对不对 因为他们不明白 我们要引导他们明白 他们放不下 我们也引导他们 能够放下那些苦跟苦因 让他们能够看到生命的真相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希望如果我们够的话 对周围的邻居 朋友 叔叔伯伯 孩子们 分享佛法 我们的情愿是希望 能够给周遭的环境 带来了这个法的一种趋势 多好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希望 大家都有这种使命感 好不好 好啊 好 那我们就 我们听完了法 听法是有功德的 大家一起跟着 发言 愿这个功德 帮助我 断一切烦恼 断一切苦因 愿这个功德 成为我 正乎涅槃 的祝愿 妈妈 我把我的功德 与一切众生 平等地分享 念一切众生 随起我的功德 三度三度三度